我們偉大的張總經理 陳局長張總經理 這個張總經理今天的魄力 更甚於部長 你來講部長的話 好像還不錯 來 我們就用月角做例子 月角 在這裡承諾過 還上報過 本席在2013年的時候 就質詢過了 要比照 我們的水電費 用月角的方式 來處理ETEC的收費 在這裡承諾過 現在問出來了 來 總經理 張總經理 來 如果交通部 要求改成月角 遠通 接不接受 做不做 站在一個建制營運公司的立場 其實只要是一個營運的規範 我們不能夠說不接受 好 所以只要交通部說要改成月角 要接受 但是重點是 重點是必須要衡量現在的營運上 衡量不是你衡量啦 有 不是 包括營運的可行性 技術的可行性 衡量是基於公共利益的衡量嘛 公共利益高於一切 技術若不可行 對公共就是一個傷害 營運若不可行 對公共就是一個傷害 所有你們應該出的錢 交通部替你們出 對公共利益就是最大的傷害 不是 因為如果說月角的話 所有應該要服務社會大眾消費者 你們不從 用官司來阻擋 所有國庫應該要有的罰款收入 對公共利益就是最大的傷害 我跟委員報告 剛剛還沒講完 如果說改成月角的話 對 我跟委員報告 e-tech的現在的呆帳 跟非-tech是十倍喔 所以將來如果說改成月角 整個國庫裡面的角度是大問題 結果你們在全國所有的規費裡面 你們的呆帳比所有其他的規費都更嚴重啊 不是 我是說非-e-tech的用戶 跟 就你說改成月角的話 那裡面所產生的呆帳是不得了的 而且這個由交通部來爭取我了 來 部長 那你剛剛講說我的緊急的步伐 我會不會報告一下 你不要用我的時間 來 部長 改成月角 做不做得到 現在是半月角 我覺得呢 我們大家都應該要從一個專業啊 長遠為了國家公共利益 剛剛委員也特別強調 公共利益的角度來講 怎麼樣是對於這個國道收費是最好的 當初我們要全面 你的公共利益就是遠通的利益 遠通的利益為優先啊 請問改成月角對公共利益有什麼傷害 說是我 如果說月角 是因為呆帳嗎 是因為呆帳嗎 我跟這個委員報告 如果是月角的話 像水電一樣月角 你如果不繳電費可以斷水斷電 如果委員會 立法院也給我這樣的權益 就是說我用月角 但是呢你如果什麼時候沒有交通行費 就不准你上高速公路 假定有這一類的相關配套措施 我覺得這是合理的 因為我們還是要想那個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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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角跟半月角差別不大 反而會減少 反而會減少吹腳的時候 國庫的損失 然後 當然我們已經跟委員 如果 如果我們本庄公司的形象做好 服務做好的話 抵制的行動 能夠 如果有一些相關的配套措施 對於那些不交 延期不交 或是不繳的呆帳 我們的處罰能夠加重 我們是可以的 無能導致的人民的抵制 造成的呆帳 回來要傷害人民 就是這樣 我相信當然有一些可能是針對遠通 但是你也 我想我們也不能否認 有一些人可能是 我們也不能否認 可能就是有一些人刻意要 要這個 不交這個錢 也的確是有這樣 所以你們無能 讓遠通這樣子耀武揚威 騎在你們的頭上 所以造成人民的憤怒 造成這種抵制 你到現在還沒有能力 把它糾正回來啊 然後現在就用這個理由 說不能夠越角 你看 不是我剛剛跟委員說了 就是越越角 我們希望有一些配套 因為到時候造成國庫的損失 造成國道基金的損失 我想我們都不樂見 張總經理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你 來招標的時候 招標上面的計畫書 就是形同為契約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 是契約的一部分 對嘛 契約的一部分嘛 對 所以呢 來看一下你們對這些 官場工人 當初在契約裡面 你們的承諾 第二點 你們的7.21的第二點 所有遠通收費業務 對外召考人員 實應優先通知高工局 既有收費人員優先錄取 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契約的一部分 然後再看一下 你們的工讀生的新聞 看了真是令人心痛 你這些工讀生 總共的員額現在有幾名 報紙上說70名 要擴大到140人對不對 在上路初期有100多位 然後呢 這些有沒有根據剛剛那一條來做 我跟他報告一下 等一下有沒有根據剛剛那一條來做 出缺了嘛 有缺要招考人員 工讀生的出缺我必須報告一下 因為剛剛談了兩次 就是業務需招考人員出缺 要優先通知優先錄取 有沒有照做啦 先回答我有沒有照做 有沒有照做啦 你這些工讀生的缺 有沒有優先通知優先錄取 有還是沒有 沒有 來部長 不是等一下 來部長 工讀生的缺不適合他們嘛 工讀生的缺 需不需要按照這一條來做 需不需要 工讀生我的理解 是屬於part time的 那今天他們需要的員工呢 這個轉制的是 part time 是全職的 工讀生是 所以什麼職務 什麼職務是part time 什麼職務是全職應該做 誰去界定 你就縱容由他們去界定 他可以把所有的缺 都界定成工讀生 你知不知道 我想我們最後要看 職缺還有分 本質上是工讀 本質上是正缺嗎 職務有沒有 職務有沒有本質上的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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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這種職務是工讀的 這種職務是全職的 職務的本質有沒有這種區別 職務最近是應該是 是全職或是兼職或什麼 這是由遠通公司去界定 好啦 部長又把 部長又把人民出賣了 你又把人民出賣了 職務的本質哪有分工讀 哪有分正職 那遠通公司可以把所有的職務 都當成是工讀啊 所以他就不必優先入職 這些職務員 我非常痛心啦 我非常痛心啦 我已經聽到今天 葉匡時這樣講的時候 出賣所有這些收費員 沒有我們剛剛講的是 非常清楚的 我真的非常痛心 遠通公司有責任在 我們在6月底 一定要把他做 交通委員會 對於這個部長 還沒有能力讓他下台 我們交通委員會 所有的委員 都應該要跟人民洩水 遠通公司必須要讓收費員 在6月底轉職成功 這是目前契約的規定 所以我想我們進去看那個結果 你還奏容他們的話 你看看遠通公司 6月底的時候 能不能完成 我跟你講喔 合約 合約規定是102年要完成 立法院的決議一直拖拖拖拖 拖到今年6月 立法院的決議在合約之後 對遠通有利的 遠通就拿來用 遠通就拿來用 這是不是來張總 這是不是立法院的決議在你們的合約之後 是不是對不對 你應該要完成安置的工作 在你的計畫書 我們剛剛部長已經給我們很嚴格的要求 在6月底前 我們會全力完成 來這個6月是不是立法院決議給你的通融 報告委員可能工徒生我還是要講 是不是啦 是不是立法院的決議給你的通融 是不是 這個不是通融 這個是實質上的需要 因為 因為我們沒合約 是合約的通融 想像中還不少 這是合約的通融 這是合約的通融 跟他報告一下 工徒生的工作會越來越少 部長 因為系統越來越精進 部長 這是我們立法院一直延後 是對他的通融 人家說不是通融 是他的需要 我不清楚 但是我 我是覺得應該是這樣說 因為事實上我的理解 我們的繼承收費是到去年年底 才全面開始實施 所以那些收費人 是去年年底才開始 沒問題 你錯了 部長你錯了 來看一下7.21的合約的第三 7.21合約的第三 高工局要依照兩階段 兩階段間接轉換計畫實成分聯分批 是從OBU的時候就要開始安置了啦 你懂不懂 你懂不懂這一條 事實上呢 他們有一些是因為還在工作 還在當收費人的工作 所以當他就無從安置啊 因為事實上他現在有工作啊 當他的工作已經沒有的時候呢 你所有的一切都在聽他講話 你所有的一切都在聽他講話 不是 來你看一下 我想我們最關心的 你想看一下第10張 政府承諾配合市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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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的第6款 好 配合市項的地方 叫他們不要打岔 來我已經進到下面一個了 第6款喔 協助他們所有的行銷宣導措施 是協助喔 結果行銷宣導措施 也是政府花錢替他做喔 做得非常非常之多 广告一直到 这个广播电台的广告 一直到上个月都还在播 然后呢 九折优待 做了多少钱都是替他做 只是协助事项 政府就替他出钱 不是协助而是自己做 该协助的却是政府 跳下去做 该他们做的呢就丢给政府做 譬如说7.14我们看一下 7.14行销 推广规范 你的第三款 差别费率是谁该出钱 差别费率是谁该出钱 差别费率是远通该出钱 来张总看一下这一条 差别费率替你做行销的 那九折的钱 依据合约7.14 的第三款念一下 建制营运公司 视情况实施电子收费的 通行费的优惠 为了行销 要做通行费的优惠措施 差别费率 这些措施的钱谁该做 是建制营运公司该做 结果是政府替他做 你们是 撩得疼口 不是 跟委员报告 撩得疼口 这个部分是 然后让那个张总经理 今天在这里 比部长还有魄力 在面对立法委员 面对立法委员的时候 部长跟张总经理 跟远通 航瀉一气 全部清一色在替远通讲话 所有立法院 在合约关系成立之后 对远通的通融 通过的决议 远通说 那不是通融 然后立法院所通过的 基于公共利益 要求远通去做的 远通说 依合约我不必做 今天在这里呈现的 就是这个事实 我们全国人民看到的 就是这种事实 难怪啊 整个ETC 乱七八糟 整个ETC 让政府赔了夫人又责兵 跟委员报告 现在ETC 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卖点 在台湾最大 全世界都在注意我们的案子 那个部长 在这里 张总经理在 本席非常坚持 所有衍生性事业 一概不准 在ETC所应该付的账 这一笔烂账 还没有弄清楚之前 立法院已经通过决议了 这个决议张总的利益 你要知道 你们的衍生事业的申请 立法院通过决议 一概退回 一概不准 我知道你们就是在全国 要去弄ETC的停车场 停车场收费 这个是民众的账 而且ETC的停车场收费 部长也想要给你 然后你在这里又讲说 是民众的利益 你如果真的那么注意 民众的利益 拜托做几件事 第一个 所需会全免 你们吃下来 去跟超商重新定约 第二个 赶快把半月吹角 改成月角之 赶快改成月角之 第三个 赶快回归合约 把所有的人员 尽数安置好 如果你们真的是 照顾民众的利益的话 就赶快把这件事情 先做好 先做好 不要把你们的职缺定义成功读生 然后呢就可以规避 优先录取这些收费员的 这一条条款的约束 这个真的是让人家低血 看了真的是让人家心痛 竟然在这里 部长还替他们 确认这种 这种 小人的手段 真的是无血无泪 把一个职缺就界定成 我是功读生 然后我就不必去通知这些收费员 我就不必去医合约 优先录取这些收费员 然后还去那里讲 功读生是正妹的新闻 大作行销 你看看正妹在做这种工作 你们要扩充到140人 然后看着正妹的新闻的时候 这些收费员的心是如何的痛啊 心是如何的痛啊 部长竟然在这里说 每一个缺要用功读生 还是要用正职 远通自己决定 难怪远通辞定你们 在呢 嗯 嗯